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都描绘出了一种特殊的风土人情 以其一的方式吸引着我们 让我们在其中流连忘返 而弹镇电影院同样如此 作者以家乡小镇为蓝图 虚构了弹镇 并给它赋予了深刻的寓意 将这个小镇的南方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此 他找到了那个年代的典型事物 电影院 并以此为寄托将一代人的记忆与弹镇 融合在一起 化作了这本《弹镇电影院》 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国七零后的代表作家 朱山坡 从小说集《未保两匹马》 长篇小说《风暴预警期》 再到《弹镇电影院》 他的小说无处无刻 不带着鬼气 灵气 财气 一步比一步 令人惊喜 一步一步走向经典 文学界称它为灵魂捕首 曾获得首届 玉达夫小说奖 上海文学奖 等多个奖项 少年时期的朱山坡 非常的喜欢电影 却因为没钱买电影票 有时只能在电影院外面 纠结徘徊 直到电影结束 看着那些从电影院 进进出出的各式人等 除了羡慕 就是嫉妒 读《弹镇电影院》 就是聆听朱山坡 讲述它的弹镇和电影院 一代小说家的小说 将直接带领你 翱翔于当代小说艺术的殿堂 用那些颠覆我们情感和生活的细节 带给我们惊喜 错愕 乃至去往思想和潮流的前沿 首先让我们一起跟随作者 感受平淡文字下 炙热的爱与甜蜜的忧伤 看一看这本书 讲了那些精彩动人的故事 这本书有许多短篇故事组成 都是围绕 弹镇电影院发生的 第一篇是 作者朱山坡 在2016年的秋天 参加了鲁迅文学院 和北京师范大学 联办的硕士研究生考试 初试的写作科目 给了两个题目 一个是荣原 一个是凤凰 看到第一个题目是 他愣住 因为当时 他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荣原 所以他选择写 所以他选择了写凤凰 虚构了凤和黄的爱情故事 把故事放在了 淡镇的电影院里 凤凰 他虚构了一个 凤和黄的爱情故事 既缠绵匪测 又扑朔迷离 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黄 在电影院里售票 她看不上镇上的男人 因此跟所有人都说 自己在等待 命中注定的人 而镇上的男人 一个个都想要和他在一起 一直在等待 黄放弃那个 所谓命中注定的人 他们等的都不耐烦了 因为等了很久很久 那个命中注定的人 始终没有来 而黄 却依然没有放弃 黄的生活压力很大 这份压力来源于自己 也来源于父母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无奈地做了一个决定 他说 在某年某月 某时之前 假如命中注定的男人 还没有出现的话 他就随便嫁个人 这让镇子上的男人 都沸腾起来 满心欢喜地 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时间终于到了约定的那一天 一直到下午两点钟 黄 那个命中注定的男人 还没有来 街上都是熟头熟脸的街坊 人们都期待着 看黄如何收场 甚至还有人 在人群中大喊 你必须嫁给 但镇中的其中一个人 黄内心很紧张 他从售票处出来 表面淡定 突然看到电影院 对面的凤凰树下 有个长得高高瘦瘦的男人 他很自信地走过去 说那个男人 就是他期待已久的凤 那个男人感到莫名其妙 说他不叫凤 而是叫张卫国 镇上大多数人 不认识张卫国 这个陌生青年 不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 实际上 他是镇上 受益战的技术员 可黄 依然坚持自己的说法 说他就是 自己等待的凤 镇上的所有 镇上所有的人 都看到了 他说的命中注定 等待的人也出现了 后来 他们就恋爱了 某一天镇上征兵 张卫国就参军 当兵去了 当兵以后 大家知道 南疆保卫战 死了很多人 他也战死了 然而黄 不承认自己的凤 战死了 他还是依旧 待在电影售票室里 有一天 他的凤 又回来 睡在了床上 他侧躺着 看不到正面 镇上的人 都很莫名其妙 纷纷去看 看起来真的很像凤 可是等了很久 那个男人也没有醒来 所有人都想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是凤 但是没有人 等到他醒来 半夜的时候 凤和黄两个人 悄无声息地走了 离开了丹镇 留下了一个 永远没有答案的谜 那个躺在电影院 售票室里的凤 是不是真的 这成了永远的谜 后来大家在湖南怀化 也就是凤的故乡 看到有个烈士纪念碑 纪念碑上有他的名字 张卫国 这就是关于 但镇电影院的第一个故事 也是作者 朱山坡 北师大 招考师 写的文章 朱山坡 读北师大硕士班 第一个学期期末 最后一节英语课堂上 老师让每位同学 上讲台谈理想 作者说了 小时候的理想是 偷渡去美国 引起哄堂大笑 但他的一个同学 思维十分敏捷 鼓励他把 小时候的理想 写成小说 他当真写了 标题就是 胖子 去吧 把美国吃穷 这也被收纳进了 淡镇电影院里 下期节目 我们就继续来看看 这个故事 《歌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怎样 How long should I wait Before I let you go How long should I decide Who's side should I take When both of us are wrong When we both share the blame Oh but I love you Even still, even now Even though we fell apart Even still, even now But I hope we'll meet again Who's eyes will you look at When love is in your heart Whose hand will hold you in Whose voice will serenade To help your baby sleep To make it all okay Oh but I love you Even still, even now Even though we fell apart Even still, even now And I hope we'll meet again Even still, even now Even though we fell apart Even still, even now And I hope you'll be okay But I hope you'll be okay We'll see you We'll see you And you v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